這件事搞上一次為什麼你知道嗎 第一個空中沒飯吃 第二個落地欣宇賠償的25塊美金 25塊美金 但是這個不是餐券 什麼都不是 這25塊美金 可以讓你下一次買我欣宇航空機票 折抵25塊美金 你要是不買我機票 這樣就沒有啊 這樣也不夠意思 官我跟你講 唐榮最近貨不擔心 前兩個月才在東京羽田機場 他飛機停在跑到外面 等待線 等待進跑到起飛 結果泰國航空一架飛機 從後面滑行滑過去 幫一下把他屁股給撞了 所以我跟你講 從那次事件之後 那個羽田機場發公告 給我們每一家航空公司 叫有飛東京的 我們公司有飛 他就跟我們飛全員講 你一定要進跑到之前等待 你一定要壓在線上 你不能提太遠 你知道嗎 是 長東之前他就不講武德 等待線 等待線在這邊 他飛機停的遠遠的 他不停進去 那後面太行的飛轎過去 他照著滑行線滑 就把人家給撞了 然後呢 長龍呢 所以這是因為沒有保持安全距離的概念嗎 他就是 就好像我們停紅綠燈嘛 是 你那個白線嘛 對不對 白線明在前面 你應該停在白線前面嘛 對不對 就你隔個兩個車身 不停在白線前面 停的那麼大 所以這樣後面的人 沒有辦法保持安全距離 對 就撞上去了嘛 然後呢 他前兩個月 自己的飛機 自己的飛機停在桃園機場 那拖車嘛 拖車要拖飛機 進到停地位嘛 拖車自己拖 沒注意到 框他把自己的飛機 把自己的飛機也給撞了 撞到前面雷達罩 所以他在東京呢 是撞撞屁股 在自己桃園機場 撞雷達罩 這次在曼谷 所以他說跟那個泰國八字不合嘛 那個飛機啊 人家就行李拖 拖行李的拖車 對不對 遇到一個骷髒 通通脫鉤 脫鉤那行李拖 行李拖車就 把它的發動機給撞了 撞撞出一個大洞 那這個 這很嚴重耶 對 但是他這個不信眾大姓 你降飛機多少錢啊 他們是一來一去的耶 對 但是不信眾大姓 他撞到這個是 發動機的整流罩 整流罩 撞出一個大洞 是剛剛上一張的那個畫面 這一張畫面 也是就是這個行李櫃 撞發動機 但是我跟你講 我有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的經歷 就去年 你也常常沒給人家挺好 沒有說常 沒有說沒給人家挺好 我的飛機 一樣在那個溫哥華機場 下大雪 我們組員全部都回到飯店休息了 然後呢 因為下大雪地板就結冰 那又刮風 就一樣 這行李貨櫃車 所以我這個行李貨櫃車 常常出事 你知道嗎 他就在機坪風一吹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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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撞 撞到我發動機 要在溫哥華待一個禮拜 因為撞上去 一撞都很嚴重 你看剛剛那個長龍 被撞出一個大洞 那我們就想說 可以放一個禮拜假了 隔不到一個小時 公司就打電話來說 那個 沒事了 沒事了 你們飛機那個發動機被撞 沒事 可以走 我們就覺得非常奇怪 被撞怎麼會沒有事情呢 那我們就到機場要準備上班了 那你知道機場要起飛前 到360度檢查飛機 我們到下面去看 你知道我看這發動機被撞的地方 因為這個機物傳給我們照片 我就找好這個地方 要去看到底明明被撞了 為什麼能飛 這個飛鞍有餘地 我絕對不飛 對不對 你來去檢查 怎麼找 連個刮痕都找不到 還想說是不是看錯發動機 是不是另外一顆發動機 也沒有 怎麼找找不到 我就問地勤怎麼回事 他說沒有 剛剛那個我們那個地勤 車上有出蠟 打一打 沒事了 所以我跟你講 長龍這件事情 那個七機的發動機被撞 對不對 我替波音做一個實驗了 波音777的發動機 沒有我波音787的發動機 整流罩強壯 波音777被撞的長龍 這是剩下唯一的一台 Hello Kitty機 波音777 G190的發動機 沒有我這個GNX的發動機 優秀 好 所以就是說這種事呢 確實經常會發生 對 但我們談到這個旺季很熱 出包就不斷嘛 因為盲中就容易出錯 新雨有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看 新雨航空七天就延長兩次 是不是因為人力調度出了問題呢 機組組員超時調度也出了問題 結果讓上百旅客 乾等了六七個小時 但等已經很氣了對不對 等了已經很不帶煩了 竟然只發了餐包衝擊 所以就被罵翻了 好 我跟你講 阿瓜 這個東西我有內幕的 為什麼 因為我讀者一直 就是傳訊息給我告訴我 我那一天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什麼情況 第一個 他是在曼谷延誤六個小時 我等一下再講為什麼延誤 在曼谷延誤六個小時 他原本不知道要延誤嘛 所以一般我們飛機 都是帶來回餐 所以這飛機是從台北出發 到曼谷 飛回來再飛回來嘛 我們都是帶來回的餐 所以你回頭吃到餐 其實是我臺北帶出去了 那所以我們都是帶冷凍 他才不會壞掉 都冷凍的 所以落地之後 通常做廠長就先把他加溫 我們先會預熱他 人家一起飛 一起飛之後 一開烤箱一開十分鐘 大家可以放飯 可以吃了 對不對 如果沒解凍的話 上去搞一個小時 你才吃得到 所以落地 我們都會解凍他 但是這東西 你看長榮 新宇出來講 他說這個我們的餐食 有有衛生疑慮 所以我們就不發餐了 為什麼呢 因為預熱的餐 只要超過三小時 預熱餐 叫超過三小時 沒吃 我們就不會去吃他 就不能再吃了 就真的有健康衛生的疑慮了 所以他在地面上 我們以為要飛 他就坐舱長就預熱 加熱了 然後加完了之後 知道延誤了 坐舱長又不發給客人吃 結果到最後延誤了 快六小時起飛了 那沒餐了 你要發餐 沒餐了 因為已經超過三小時 你該預熱 預熱完要發餐 你不發 反而就是那個過時的餐點 不能吃了 對 所以才給人家吃麵包 好 問題是他為什麼會過時呢 他們說是機組人員超時調度出了問題 機組人員的工作時間 現在限制非常嚴格 好 我跟你講 新宇是這樣子 我們常常看到又出包 又出包 對不對 人力很吃緊啊 對 因為是這樣子 上次鬧最兇的 就是雨田機場 還有發新宇航空精品睡袋 大家睡機場 這次也是 大家就說機師超時 機師超時 為什麼超時 我跟你講 兩個飛群規定 是講迷航局規定 兩個機師飛 工作時間14個小時 三個人飛 工作時間18個小時 四個人飛 工作時間24小時 那你說 大家可以輪班 對 那你想說 那他就掛四個人 就可以24小時 你怎麼延誤 怎麼delay都不怕 那一定是沒有四個人可以掛 因為他就是公司要減省成本 對不對 所以就兩個人 公司14個小時 這架飛機 曼谷是從台北出發到曼谷 曼谷加了油再回來 但是他在台北 他在台北一滑行出去 飛機壞掉 空調阻礦壞掉 冷氣壞掉了 飛機就滑回來了 我跟你講 東南亞東北亞的飛機 你只要在地面上 只要延誤超過三個半小時以上 公司就爆掉了 絕對爆掉 這很容易算得出來 對不對 一趟四小時去 四小時回 地停時間再算兩個小時 這樣就十小時了 那爆掉之後怎麼辦呢 得從台灣調人去 對 我跟你講 一般是這樣子 那欣語的問題是怎麼樣 他飛機滑出去 他壞掉了 滑回來 自己一修飛機搞三個小時 知道 時間要爆掉 爆掉了 爆掉怎麼辦 一般聰明人就直接換組員 因為我換一組新的組員上來 我重算十四個小時 沒錯 所以你就 我就不怕你怎麼延誤 那欣語他怎麼想呢 他就想說 三個人可以搞十八個小時 對不對 對 那再多加一個 他就加了一個人進來 你知道嗎 那不行嗎 可以吧 這怎麼行 那如果都這樣子的話 那就繞著地球跑了 我先講個故事 阿關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我以前十幾年前 在臺灣飛的時候 華信航空 我們一個航班是高雄 飛巴厘島 巴厘島再回高雄 然後再接飛到桃園機場 三腿 高雄 巴厘島 高雄回桃園 但是你知道 這只要中間延誤一個小時 每次飛機到高雄 就到不了桃園 為什麼 公時超過十四小時 那時候華信就一響天開 那這樣子 我高雄搞一個人上飛機 延長公時 就可以繼續飛到桃園了 對啊 那這樣不對 你這樣每一個地方 就放一個 每一站再加一個人 就可以了 就可以補血 無限制補血 reset 對不對 那不行 那副駕駛 我們那時候有副駕駛 寫進告明航局 明航局說 你這偷雞摸狗 絕對不行 所以你知道這樣子不行 但是虛擬航空 在桃園 他一延誤三個小時 他應該換整組員 就沒事了 就他就加一個人進來 那加一個進來 飛到曼谷 那曼谷為什麼delay 剛剛是講曼谷延誤 做廠長預熱餐了 那為什麼延誤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台北去延誤了 街上滑行滑出去 滑到跑到頭 他這邊想想不對 欸不對 兩個人十四個小時 但是你是從 我都已經開始飛了 然後又滑回 那你跟我加一個人 中途加的 中途補血 這樣好像不行 他自己想想 人家被民航局抓到 直到會被吊銷 他自己想想這樣不行 滑回 所以在曼谷 昔雨在曼谷延誤 是因為機長想這樣不對 機長突然清醒了 對 滑回 所以在那邊搞 搞搞搞搞搞半天 然後他自己延誤 延誤三個多小時 因為在台北三小時 在曼谷三小時 總共六小時 在在曼谷 飛上廣播的 好我們現在找到新的組員了 可以飛了 結果也沒有新組員 就同一批的水鬼繼續飛 因為妥協了 就妥協了 可以可以18小時飛回來 那這件事情會 為什麼被鬧上檯面 第一個 可是如果他可以 將來大家都可以比較辦理 所以這我不是當局 我不是民航局 這個阿關你處理一下 你這個要到民航局 作為非安的守望者 對不對 我們才知道這到底 可不可以這樣子的搞 那我講最後一個 這件事搞上一次 為什麼你知道嗎 第一個 空中沒飯吃 第二個落地 欣宇賠償的二十五塊美金 二十五塊美金 但是這個不是餐券 什麼都不是 這二十五塊美金 可以讓你下一次 買我欣宇航空機票 折抵二十五塊美金 你要是不買我機票 這樣就沒有 還不是餐 這樣也不夠意思 對 一碼歸一碼 對嘛 我在飛上連胡同 胡同便當都沒吃到 你也不發個餐券讓我吃 落地之後給我二十五塊 還要買你機票 還要下次折抵就不夠意思 這樣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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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